下面第二个问题 就是佛家讲 一个人往生 其家属都会得度 无时接来 我们与众生都曾经互为父母 已经有那么多人往生 为何还有许多人没有得度 这个言语所谓 一子成佛九祖身天 不是说 这个得度不是说往生 得度是什么 佛宝 就跟世间法一样 你家里头如果有一个人 做了省长 做了部长 你们家庭眷属都感觉到很有面子 对不对 人家在社会上 大家看到知道 都对你有尊敬心 这就叫省光 学佛也是如此 如果家里头真的有一个人往生 他的家庭眷属 一般鬼神看到都尊敬 他不一定能往生 往生要靠自己 往生不能说一个人往生 一家人都往生 那就好办了 有这种方法 我们都不要念佛了 都不要修行了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你都把我们带去了 他要不带去 他就不慈悲了 没有这个道理的 所以往生 你要记住 心静 心怎样清静 至少自私自利 我讲的这十六个字 自私自利没有了 明文立扬放下了 五一六成享受放下了 贪嗔痴慢了 降低了 你才能往生 那要因缘具足啊